元宵节大家都在平台上发祝福和晒美照 估计更多的人是在苦恼今晚吃什么馅的元宵 汤圆 北元宵 南汤圆 滚元宵 包汤圆是因地域范围而产生的文化差异造成的 中国历史悠久 美食更是数不胜数 导致同一食品在不同地区名字不一样 制作方法不同 很多时候吃它的意义也不一样 虽然文化不同 但是不影响大家过节的心情呀 咱们来看看对于元宵节我喜欢的美女演员是怎样晒美图的吧 赵丽颖工作室发出的是赵丽颖春节时就已经晒过图的视频 身穿上春晚的礼服 在众多对联之间穿梭 手拿一顶红纸伞 配合其他道具 摆出很多造型 白的皮肤配上红色礼服真是百看不艳雅 蒋新亲自发了一碗元宵的图片来祝贺元宵节 就连前几天引来非议的冰敦敦特效图也不忘放在碗中充当元宵 还配文 来来来 吃个新敦敦 这张图片越看越想笑 咱们娘娘对冰敦敦爱的深沉呀 唐烟就发得简单了点 身着粉色针织衫 有双手摆上新的造型 配文也是简单的 元宵节快乐 看着只有一张美图的祝贺消息 真的想都看几张这样的美照呀 期待下次能多发几张吧 相比唐烟的一张美照 杨子就慷慨多了 看看一组这首提灯笼的九宫图 白色的衣服配上红色的灯笼 集贴和节日气氛又美丽大方 每一张都能看好久 杨幂工作室发出的是杨幂最新的写真花絮 图中杨幂黑长直的头发给整个造型添色不少 穿黑色牛仔吊带连衣裙乖巧又诱惑 短裙再加红色上衣真是美的就除了诱惑其他都忘记了 看看以上美女演员的美照 和她们发的祝福 你今天计划怎样过元宵节呢?来评论区留个印记吧